他一直要捏我的奶頭跟那個 一直要貼我的奶頭 你的底線啊 對對對 你的底線是 什麼 這不是好笑嗎 沒有 我跟你說 我就聽錯了 一開始我覺得是情趣嘛 就是他有時候要偷襲我的爐頭 是說葛依的襯衫嗎 沒有 他會把衣服拉開來 把手伸進去這樣子 然後很準的就捏到 很準很準 還蠻準的 一開始我覺得這個生活情趣 但是我真的會很怕癢 然後我真的反應很大 但後來我發現已經不對 是他要過來我就會閃躲 他要抱我我也是會閃躲 已經變成一種下意識的閃躲 反射的動作 對 現在他一要靠近我我就會閃躲這樣 可是被捏奶頭不舒服嗎 我覺得舒服 我覺得不舒服 然後我還為了這個 我還學了他的 他那邊的語言說 我說討厭怎麼講 念那Visual 我就跟他講 我很討厭念那Visual 然後他還是 他還是一直堅持這樣 到現在還是堅持嗎 有時候我 比如說開車開到半開 他也會偷襲我 你知道開車很危險的 很危險 我就跟他講開車很危險 所以開車也是要把衣服掀起來 然後進去捏 對 他會把衣服都拉開 你一定要捏到真實的奶頭 對 因為你很厲害 我看到我就覺得 哇 我很愛打受不了 趕快去活一下 就這樣子 對 這通常都是發生在 我做了什麼好事之後 就比如說 他想吃一個火鍋 我說帶你去吃 他很開心的時候 他就會做這件事 對 對 開關 他會貼我的眼珠 貼我的眼珠 貼眼珠 他就會這樣 他就會抓著我的頭 這樣用舌頭去貼我的眼珠 對 你是眼睛是張開來的 然後裡面 那很難受耶 他還會用手這樣掰開來 這樣貼 為什麼 因為他的睫毛很長 我覺得碰到的時候很療癒 你知道嗎 療癒 很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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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們回家試試看 我可以嗎 你們快跟欠我 等等 你們不要這樣 這樣 你們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他根本沒在管這個 等一下 你可不可以不要真的舔到他 然後讓我們看一下是什麼狀況 好不好 你們要問他一下 可以嗎 但不用真的舔到他 我就這樣 手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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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看到他的舌頭嗎 所以你喜歡舌頭 碰到眼睫毛的感覺 對 他很慘 我會覺得 再過一段時間 你是不是要中睫毛 因為他都會被舔光 血都會舔掉了耶 對啊 都會舔光了吧 所以睫毛跟奶頭 哪一個才是底線啊 我覺得奶頭是最靈感 等一下 你左眼還濕濕的 有沒有長 真的 放到眼睛很不舒服對不對 對 後來我就妥協 我就說 後來我就妥協 我說你情緒激動的時候 我可以理解 你可不可以換成用親的 我說你可以親我的眼睛 但是比較舔可不可以 親可以嗎 親眼睛 他就說好 我試試看 然後他是十次裡面 現在有四次是舔的 六次是親的 今天晚上十一點 買影片線上收看 小姐不吸地